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遠道而來的阿爾吉亞 就這樣看給達魯德先生 然後在他旁邊的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也是達魯德先生的作品 《孫智女人》的畫家中文藝者陳文堯女士 然後以及左邊的這位是 《無盡文化出版社人文批判》系列總策劃 《異鄉人方案調查》的翻譯中文藝者 以及我們今天的口譯 吳坤雍先生 歡迎來到《Pijonier》 今天我們很高興迎接受 阿爾吉亞的寫歌曲 阿爾吉亞的寫歌曲 而在他身邊的主持人 阿爾吉亞的寫歌曲 也有一個寫歌曲的寫歌曲 《寫歌曲的寫歌曲》 以及《寫歌曲的寫歌曲》 《寫歌曲的寫歌曲》 而是我們的寫歌曲今天 我們今天也有寫歌曲 在這位寫歌曲的寫歌曲 他的記者生涯 他曾經擔任過阿爾吉亞 法語日報的那個 《瓦赫蘭日報》的總編輯 那他的時事評論文章 經常被刊登在美國的紐約時報 法國的《勒坡週刊》 阿爾吉利亞跟德國的重要媒體等等 2014年的時候他的首部小說 《異鄉人方案調查》 在法國出版 當時都震撼了 震撼了法國的文堪 不僅讓他融獲了 2015年的法國鞏固的首部小說獎 更被翻譯成了40多種別 那今天在台灣呢 我們很開心看到這部作品 以及今天講座的主題作品 就是這本《吞吃女人》的畫家 被翻譯成本體中文文詩 那今天作者本人跟主持人文堯 將針對這本書籍做討論 深入討論阿拉伯世界裡頭 女性的性 以及 伊斯蘭的極端教育分子 對欲望 身體 女性因為恐懼而產生的壓迫 對欲望 所以 是世界上的認識 我們很開心今天看到 這首歌曲的中國傳統的文章 是那首歌曲《Dévorant la Femme》在台灣 這首歌是我們的主題 今天我們會分享我們 關於我們的想法 的想法和女性性 在阿拉伯的世界 所以我們特別感謝法博在台學會 以及五進文化書版社促成這場講座 我們會特別感謝 《La Maison d'édition utopie》 和《Bure français de Taipei》 為了這美麗聚會 我祝你們好聚會 謝謝 今天非常高興大家能夠共聚一堂來談論 就是關於這個面對慾望身體與女性這個主題 那從這個《吞吃女人的畫家》這本書出發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吞吃女人的畫家》這本書呢 他其實是大陸給他受邀到巴黎的畢卡索美術館 度過一個晚上 然後呢以他那一個晚上的經驗 寫成了一本介於散文跟評論之間的一個散文論述 那因為當時呢在畢卡索美術館 剛好是展出《畢卡索1932情慾之年》這個展覽 那大家都知道畢卡索的創作量其實是非常的驚人 但是呢從來沒有一個展覽 是以他一年的所有作品來呈現的一個展覽 那所以呢這個展覽其實他的盤序就跟日記一樣 他是從1932年的1月一直就是按照順序 一種編年式的方式一直到1932年的12月 那作品裡面所展現就是出現的那個 的主要的那個對象那個女人 其實就是畢卡索他在1927年他在 拉拔葉擺貨他偶然遇見的那一個就是年紀小他一半的那個 那我想我們不用 我不多說什麼 那我就先請我想要先請大物的跟我們描述一下 那個夜晚那個夜裡他在畢卡索美術館的感受 那我想請他說的並不是他後來在書寫這本書的時候的感受 是他當下 因為他說他是一個不習慣面對影像的 所謂阿拉伯人這個要框起來 那在這樣子的狀態下他一個人在美術館裡面 然後面對畢卡索的作品 他那個當下的感受到底是什麼 當下的衝擊又是什麼 那我想先請大物先生來探談這個部分 你好,謝謝你來的,我今天很想請你 我非常愉快 我非常愉快這首歌 這首歌詞文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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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强的声音 文章真的不来看 评历ились 以时会没有 spends чист的 经过去世纪文产 那些东西 在这些舞台 有签和 好 在我身边 另外 所有人 首先 谢谢大家 这四季六的早上 門口 这些被我送到 然後也謝謝就是在我身邊的 就是《春季女人》的畫家 畢者陳文堯還有我本人 我們在這次的建議以後 變成了相當要好的朋友 那我尤其高興就是《春季女人》的畫家 這個作品可以在台灣出版 尤其是翻譯成台灣的繁體中文版出版 因為這個作品它在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我所習慣的文學創作的一個作品 它尤其是涉及到一個 在這時段 speed sem用作品 were一個移手的育本 這齊詞我對很別喜好 就是藝術的建讀 我們在這次的 markets 所以上面 DRUAM 而尤其是同的建議 不曾經富跟表演 完全沒有經歷 этой碗 與 developer 把一夜放在一宗宇宙 等待在一起 什麼東西可以出發 這本書呢 它是出自於一個叫做 我的博物館之夜的這個書系 它其實就是這個書系的總策劃 然後也是Stock出版社的編輯 它有一個這麼傑出 而且那麼有趣的點子 那個點子呢 就是我們跟博物館聯絡 或者美術館聯絡 然後讓一個作家在裡面 戴著一夜 然後從他這個戴著一夜的經驗裡面 讓他去創作一個文學的作品 Et l'idée m'a été proposée par Alina pour me dire ce que ça m'intéresse Je l'ai fait, j'étais le premier Et actuellement, on est, je pense, à la troisième édition enfin, la troisième expérience pour parler d'autres écrivains Je sais que deux autres volumes sont en préparation à propos d'un musée je crois en Espagne et un autre en Italie il y a des propositions pour un musée 現在還在 就是在個人 stressed 这期的情報 也有一個項目 在西班牙的一個文本 有一本呢 是在荷蘭的一個文本 他们道于国家人会出门, 为什么提到未 Interestingly, 因为教育的人会 утitt 봐요。 因此理想, 这个 relacion Peki, 大家要合作出目纪组, 洪被图了修行吗? 有关系的项目, 清职的地理家人和其溪组 回来建议娴时, 洪为此意证 Herman大尔, 而客户,中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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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们没有大历史,人们没有担心,人们没有专业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提供一个新的经验,一个新的经验 一个新的观点,但并非一个新的观点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找一个作家去写 有关这些绘画的作品呢? 不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可以来写这些东西吗? 而正是一个,的确就是所有的美术重要的艺术家 他们都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美术史的专家来写这些评论 但是由作家,然后带着那一个,就像你跟我 因为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去看展的人 其实就是你跟我,我们并不是怎么样的专家 然后用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新的 这是一种创新的眼光跟角度来看这些作品 正是这一个系列的书籍,可贵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呢?当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了以后 我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拒绝去读任何的那些 有关于毕卡索的画作的那一些专家的分析 或者说这些专家的观点 因为我不希望在我经历这个博物馆之业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专家的观点就像是一个屏障一样 挡在我跟作品之间 我希望我跟作品发生的是一个最直观的,最直觉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跟感受 对了 你和他说有一点推驟的 实际上那边 где这一切是一个比方式 来起来到17时45时 一距 Ред这么多 所以我还没想到 我没关系 所以我还能在阔去 我已经在阔第二 而旁辽机转去 比方式的成续相当个重点 是很远的 啵啵啵啵啵 那我那一天呢 如果詳細說那一天的經驗是怎麼樣 就是首先我早到了 就是說原來可能應該是約下午六點鐘 結果我五點四十五分就到了 然後在今天這整個歐洲的氣氛 在巴黎的那個氣氛 作為一個我這個來自於南方的一個人來說 在街上閒晃變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你走得太快了 人家也會對你覺得可疑 你走得太慢了 人家也會對你覺得可疑 所以就進入了一個有點尷尬的狀態 然後我終於發生了 我相信我會有一個小禮物 因為我沒有理解 因為我沒有理解 然後我終於到了十八點鐘 我已經被解釋了 我已經被解釋到公宗 然後我被捕捉了 我被捕捉了一位所謂的 一位所謂的一位所謂的 我被捕捉了 我被捕捉了一位所謂的寓 你知道嗎?一位所謂的寓 是為了我們可以工作 我被捕捉了一位所謂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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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為了一個小禮物 而且我在一起 我被捕捉了一位所謂的寓 我從一位所謂的寓 我以前有了一位所謂的寓 我被捕捉了一位大人的寓 但到晚了一位相關 我真的被捕捉了一位所謂的寓 那接下來的事情呢 就是好終於到了就是我們約好的時間 我去按鈴 那但是事實上他們可能之間 先前有一些溝通上面的這種溝通不良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警衛沒有 也不知道我要來等等 可是後來花了一點時間 他們自己內部電話去搞定了 弄清楚了以後 那有一個就是算是博物館的負責人 他非常非常的客氣就來接待我 然後帶著我先簡單的繞這樣一圈 然後另外就是說他們幫我們準備 幫我準備了一張行軍床 大家可以想像行軍床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舒服的一種床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欄餐盒 準備一些食物 讓我可以晚上的時候可以吃 餓的時候可以吃 那大概就是這樣 事實上唯一一件特別要去說的事情 就是我沒有想到就是博物館 因為他要好的保存這些畫作 所以溫度跟濕度都是調固定的 而在晚上的時候非常的冷 然後我沒有意料到他會那麼的冷 所以我身上也沒有準備 就是比較厚的衣服 這是一個另外一件很值得一說的事情 但是接下來我就開始 就是說自己一個人去看這些畫作 剛開始前幾圈的時候 事實上警衛都在後面有緣 緊緊跟著我這樣子 可是過了午夜以後 大致上面他們就放我自己去看了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經驗 而且更難得的是說有一些其實不開放給一般大眾去參觀的這些展監 我也可以進去看 所以整個來說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張照片呢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階梯 那個行軍床就被放在那個階梯的下面 然後還有就是說他有一個小餐桌上面擺一些 然後我肚子餓的時候可以吃的食物也在那個階梯的下面 那其實呢剛剛就像達魯先生他剛剛說呢 他為了就是接受了這個邀請之後呢 他特別不去看那個畢卡索的一些相關的文章和評論 那因為我自己是就是藝術史跟藝術評論背景出身的 其實呢這本書他首先打動我的反而是一些 就是我覺得讀起來其實很像畢評的部分 因為當初呢我看到就是 昆庸他跟我提到這本書的時候 那我其實有點猶豫 因為我覺得就是在這本書的他的一個前提啊 就是一個來自所謂阿拉伯世界的人的阿爾基利亞作家 那他看了畢卡索的情慾之年這樣的展覽 然後去談論情慾談論身體談論女性 這感覺是一個太理所當然的設定 那如果你的就是他裡面這個張力處理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有一點是一種換句話說而已 但是我卻發現在這本書裡面 當我開始讀了之後 第一個觸動我的反而是他一種 好像是不是正規的畢評 可是他事實上他卻談論的畢評的那個眼光 我簡單舉個例子 就是 像比如說我們看到這本書有一張是 像蝦子以摸索形樹出屁股般來做法 那當 大吳的他沒有說 好嗎 你不可以再做一個小說法 你不可以再做一個小說法 給其他人不明白 我還是沒有說什麼 好嗎 我可以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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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不仅仅是一副裝束 它是一個複合物 集結了大量的手勢 體積 或握或睡 或在窗邊沉思等等種種姿態 衣物各式色彩 以及在這些衣物釋樣下 若隱若現裸露的肌膚表面 當我比到這一段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是什麼 但是那時候馬上浮現在我腦海 大家都知道在藝術史上 賽上或者是後來的立體主義 他們都同時去畫了一個 比如說他今天如果是一個禁物的話 他同時去畫這個比如說一個被子 他同時去畫他的正面跟側面 呈現在我們面前 所以當時我想到的就是 跟畢卡索也脫離不了關係的立體派 我們第一次看到的物件 他不同的透視 可是傳統 他其實就是像女人士劇 從體一個裝束 就是他是一個正向的一個透視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在藝術史上 比如說我在寫評論藝名的時候 我會很自然的 從藝術史的脈絡去切入 但是拉伍德他 他就是用一種描述 用一種他眼睛的主觀的觀看 然後從這樣子的觀看裡面 去得到了那樣子的結論 我們那個結論其實跟藝術史 根本是一樣的 他是互相呼應的 所以對我來說他非常的迷人 而且這樣子的觀察 他更具有一種延展性 因為接著我就會去想到說 像他作品接下來繼續寫的 為什麼女人是各種姿態或衣物等等的一個集合 因為女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 他在那裡固定不動 並不是因為他被限制 而是比如說像是被宗教所限制的女人 他是在各種的不動的那個當下去呈現他自己的各種的主張 每一個時候的主張 所以我覺得這事實上我就是 剛到了他就講說他 他覺得這一個計畫非常有趣的是 他們特別去找了對藝術史 就不是藝術相關專業的人來寫 可是問題是對我來說 他卻真的就是完全去寫出了那樣子 就是我們會有的觀看 只是我們可能是用理論 但他是非常徹底的非常一個直觀的一個想法 所以呢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在寫藝品的時候 我總覺得我的工作是提供一種觀看的脈絡 但是當我看了春世女人的畫家之後 會有一種就是被打開視野的感受 我不是在寫其中有一個計畫 我看過一種各位古像的記者 會的說明這首張 當我看了這張文化 我能提出一些文化 我提供下一個小小小小小的 我看了些人 在屈幕的經紀 je 看了一張文化 在這張文化 像是否則的 我认识到某个人的感觉,是个女性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我认识到最初我会有点害怕, 但是我认识到最后,我认识到最后, 我认识到最后,我认识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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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识到最后,我认识到最后。 我认识到最后,我认识到最后, 但是我认识到最后, 我认识到最后, 非常匿体的意义和学业, 他不有关系的文化 但他承担了一视频道 所谓的道理 所以这是很创造的 这是我创造了一场很大 这是我创造的 这是我创造的一瞬 我再加上一篇文章 《在一篇文章》 《在一篇文章》 好吧,請你要加一點點 pouco 我好 qualche程中 那就由微量 我怕 所以呢,其實 我... 因為那是我自己 非常主觀的一個解讀 跟一個理解 當然 比如說,包括 그러? 他在… 在這個作品裡面 他去讲说 很简单的 就是那个色彩都是他的牙齿 里面呢 他描述一幅画作 揽进入睡的女人 那他就说 他将脖子献给某人 像这样子的描述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 他是不带有去讲说 画作的那个 他的结构啊 他什么等等 但是他非常直观的 他就去点出了一个重点 而且这个重点会马上让你 就是有一种 他打到我了这样子 那好 在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 大家其实可以继续去看这本书 但是能延续这个所谓 禁止不动的这个问题 禁止不动 但是呈现很多当下的状态 这个问题 我想要请David他谈谈 就是 他对于蒂卡索有一段时间 那种画在雕塑上 这个部分的这个观点 因为他有在 比如说他有特别提了 呃 这个 这几件作品 因为他有讲说 我会想到这种方式里面的 那种方式里面的 在寶貝作主。 在寶貝作表展上一種類似的這麼一個 演奏, 例如這類似的故事有所使之下 這是像生 withdrawal恩陀的一種 的 但是这部分我没有讲中文 就是因为他就是毕卡索他有一段 就是在1932年他有一段时期 他很喜欢把那个 就是在画直接画在雕塑上 那待会儿他在那个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一部分他就在讲说 对于这种在骨头的原型上 留下一种印记手指的印记 因为你雕塑你是先做 那毕卡索他就很像一个神 他在找人一样 他留下了他的那个纸团 然后他去画 所以我想要请他谈谈这个部分 谢谢 那么 第一个例子 我没有选择 这个展示的 在1932年 很多人认为 我没有选择 因为我没有选择 因为我没有选择 然后我们要谈谈性性 等等 这就是一个故事 我正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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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到巴黎 所以我正在那边 我正在转换 所以我很多转换 首先先要说一件 就是其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有的一個誤會 就是說我並不是刻意的去選 皮卡索美術館在展覽 就是皮卡索1932情慾之年的 這一個特展這不是我的選擇 那其實是因為就是 那個時候我的另外一本書在法國出版 那我正好在進行的一個巡迴的 就是這一個介紹書的那個過程 而我就只有那48個小時是有過的 然後所以我就跟出版社說 我就只有這48個小時有空 那我們就來去吧 所以遇到這一個展覽 就是說1932的皮卡索的情慾之年 這完全是一個偶然 不是說一個很刻意的 我一個阿爾吉利亞的作家 跑去寫皮卡索的情慾之年 所以這真是非常有意義 但是這真是很有意義 因為我從幾個年來 我都考慮了很多 我們不穿皮卡索的 不不穿皮卡索的 說 overwhelmed 我們做的 我們對 這個 尤其他也有這些 我們有一個顏色的 和我一開始的測試。 和我视频道有有限的正常。 我看了一时间的颜色。 我看了一时间。 我看了一时间。 而我看了一时间。 所以我看了一时间。 就是重新的一时间。 事實上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巧合 因為一直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 我其實一直在思考 不只是在思考阿拉伯世界女性性等等這些問題 還包括就是性跟我們 我們再怎麼樣去建立起的一個關聯 然後這個關聯是怎麼樣的在線 重現的這些整體的問題 不只是只有侷限在阿拉伯世界 事實上就是當我開始去看這個展覽的時候 然後在第一個小時 我很認真的這樣子看一圈 老師來說我是非常失望的 因為就是看了那麼多這樣子一圈的這個畫作 然後我試著要去裝作 好像我看懂了些什麼 但是老師來說我並沒有看懂些什麼 所以這是第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的感覺是失望的 我終於在第二次的一步 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兩天到一天到一天到一天 在1932年 它是真的以來的一段落子 從這個時候 我們說到出一個人開始 或是一個人結束 那就是一個人結束 這是我們當時我們叫做一個詞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詞 就是一個人結束 一個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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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上呢 接下來我就開始看第二圈 再認真的想辦法 要去看出什麼端例 但是當我理解到 事實上在1932年的這一年 從1月到12月 它其實是一個有個開始 然後有一個結束 就好像是在我們的文學創作上面說 我們會說那是一個敘事的曲線 它有一個從一個起點 然後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曲線 然後到達一個